龙洲比赛既是水上运动又是民俗活动 今天广西南宁的龙洲比赛 旨在展示雍江的秀美风光 汇旧两岸幸福生活画卷 因此呢人们扶老邪又来到这里 观看盛大的比赛 这张就是今天端午节龙洲比赛的水面平面图 其实要接近这些区域非常不容易 特别是今天实行了管控 所以呢我就不可能像昨天拍预热的时候那样接近江岸了 不过呢人多今天也是难得的前来记录一下 所以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种快乐吧 人多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景象啊 在端午节当天出门看龙洲比赛的南宁市民特别多 从民族大道一路走过来 接近畅游阁以及比赛地点的地方呢 人流就越来越密集了 您看在这个交叉路口这里的车流和人流 都比平时多出好几倍 由于观看龙洲比赛的最佳位置是在江北大道 一直到雍江一桥一带 所以越是往东勇亭到畅游阁这一带走 人流就越多 今天的警方消防等部门也是出动了大量的设备和警力啊 来确保这个龙洲比赛观看的平安有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一年一度的盛大活动 吸引了很多群众 今天南宁城区里的百姓 扶老挟幼举家出动来到这里 有的人是垫起脚尖 伸长了脖子观看 还有家长想方设法 让孩子在更高处 能够看得清楚 由于水位发生了变化 所以赛道得重新调整 比赛在上午的十点多的时候 就暂停了 今天的游客实在是太多了 观众仍然从四面八方不断的涌来 看来今天真的是没法派到龙舟了 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 同乐同乐 一起开人游 由于水面赛道进行调整 所以上午的比赛 一直到了11点40分才恢复 好了 今天端午节的视频 我们就先看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的话 不妨收藏 点赞 分享 让我们在下一条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